这个其实漏真人数应该写在这个里面 不然这个是不会正确做计算 不过我现在 这个是一岁注射日期两月的计算 这边有29个人 等一下我会给你看到说 他可能有漏一帧 可能有漏两帧 因为这边我们筛选的结果 所以我这边我先产生名册 点一下点这个空白 这个稍微先把它缩小一点 好这边点一下 然后名册都是用资料表 请问第一栏 我们可能要放什么内容 我们放的是那个儿童姓名 就是看你要什么你就自己去放 儿童姓名 请勾姓名 这边他就会告诉我有一些小朋友的姓名 再来就是他的可能是身份证字号 接下来我们就去显示这一个好不好 漏几帧 这边你还可以勾很多项 例如说那个逼竿第一季 逼竿第二季 什么五卡键苗 什么第一季 然后还有PCB-1 四个你都可以发现 就是这几个都是空值 例如说好了 第一个是RHEP 好把这个打勾 这个我没有改成日期 因为日期他前面就会改成他了 这就是日期 所以我们要去这里面 好我现在来勾 逼竿第一季 要点到他 逼竿第一季就打勾 最好把逼竿第一季 他现在用的是日期阶层 请把它改成这个 就是不是日期阶层 就很单纯的日期 他就会告诉我们说 这个在哪一年 哪一月 哪一日去注射的 这个小朋友 丁迁 他是在那个 他有两帧肉帧 逼竿第一季 他有打 那接下来第二帧是什么 第二帧是逼竿第二季 所以第二季 我们要针对这个内容 再勾逼竿第二季 你这边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小朋友 王玉 他有漏一帧 是不是这两帧 不是 不是逼竿这两帧 请把它都改成是标准的日期 因为他漏了一帧 他逼竿没有漏 第一季第二季都没有漏 好来去看 五合一跟13P CB 都是第一季 五合一 好 五合一 所以这边我要勾 这个打勾 PCD-E 请把它改回来变成标准的日期格式 还有五合一 五合一 变成是这个日期 好 你看一下 像我这边呈现出来的第一个小朋友叫孔可 然后身份证字号 然后他总共有两帧未打 那我们来去看这四季 这四帧里面 他分别是13PCB-E 跟5INE-E 没有打 这样可以了解吗 我要的是这个名册 这样理解我现在说的事情吗 那这个资料能不能汇出 当然可以 这边点一下 然后汇出资料 可以哦 可是我要请你们知道一件事情 因为我的这些小朋友里面呢 通知有轻重缓急 如果我想要特别先去追踪 因为一针漏打很可能是忘记 对不对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就会特别单独针对一针漏打的这些人 你看这边全部都是一针漏打 然后我就进行资料汇出 然后要有地址 我就写那个明信片 然后寄给这些人 我接下来我再把这两张图改掉 未来我们这些图是很重要的关键 也许你现在这个明册 对业务承办人来说是很重要的 可是你要知道 你的主管要看的其实是这个地方 他根本就不用去关心说 多少个比例 可是他想要知道说 到底多还是少 有没有改善 那明册也会制作咯